眼前呢 這個玻璃管子 裡面 黑黑的 就是螞蟻 那我也呢 盡量讓螞蟻有個舒適的環境 屬於較適合他們的環境 之前呢 有講過 螞蟻在草裡面呢 是屬於比較濕氣 所以呢 後面有水 這個是網子 就是製造一個 讓他們舒服 適合他們的環境 但是現在發現到呢 螞蟻不太動 唯一有準備東西 雖然不是做得很好的一個 石器 這是放水 這邊是放水 這邊是放水 這邊是放食物 但是顯然螞蟻呢 不賞臉 那螞蟻呢 都沒有在動 那當然我們要觀察 為什麼沒有在動 那螞蟻呢 群居生活 這邊 都聚在一起 那這一整 整團黑黑的就是螞蟻 他們就是聚在一起 所以整個情況看起來實際沉沉的 那應該就是 當離開 當螞蟻 或者是裡面都是公蟻 離開了 以後 就是母蟻 母的螞蟻之後呢 顯得呢 沒有依靠 沒有方向 就是死去沉沉的 所以螞蟻 當螞蟻 離開以後 的時候呢 情況可能就是會這樣子 死去沉沉的 不動 當然啊 如果給他敲個兩下的話呢 稍微 會稍微動一下下 這是木賊觀察起來 所以螞蟻 不能離開以後 所以呢 接下來呢 當然我就是要去 尋找以後 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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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等下 那這個螞蟻勒這樣看是黑色的齁 但是呢 他們後面的尾巴 尾巴圓圓的那個齁 沒有虛子的 後面尾巴圓圓的齁 是黑色的 前面有點咖啡色 前面是有點咖啡色 那目前因為不實在 是從野花 野花 帶回來 所以非常小隻 盡量近距離我們來觀察 總長 零在虛子總長不到0.5公分 那麼呢 為了不想使他們失去齁 重心 我盡快把母魚給帶回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